好朋友们看看我今天选择的吊位 这条野河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我选择呢是在这个地方 待会儿搁这个芦苇 芦苇这个地方打个窝子 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好今天用新香味的九米啊 因为这个窝子比较近 所以我就直接手撒了 就不用打窝去了 撒个一把米差不多了 好了啊 好兄弟们又出来钓鱼了啊 今天发现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钓位 这个钓位在那个卢尾档之间 像这种钓位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大板机啊 然后刚刚跟那边挡了个窝 准备跟那边玩一下传统钓 今天用的杆子呢还是六米三的 用的线筒是105的通信 用的鱼钩呢是四号的完事 然后用红橙做钓啊 我们先去钓一下看看嘛 下集就上咯 漂亮啊 哇 这个大 这个可以 无黑的野生大机遇啊 看看 可以吧 美丽啊 漂亮 漂亮 好凉 哇塞 这个大 哇 哇塞 大白 这洞已经 哇塞 哇塞 可以可以 没在潮啊 这传统料谁知道能遇到大阪呢 直接飞吧 还是飞一下吧 今天我用的信组呢是1.5的通信 那用的杆子是螺纹钢的 我不怕 好 朋友们 给力啊 我去 这大板机怎么样 哇 相当的给力啊 过瘾啊 哦 我去这个大 不要忘记得炸了啊 你看看 这个都有2两多 给力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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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不错 嗯 嗯 嗯 哦 这可可以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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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的小鲫鱼 好了兄弟们今天又钓到这 这边的口还是非常不错的 鲫鱼非常的多 还上了一条大阪 这条大阪鲫呢 估计差不多七八两吧 好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渔货吧 好看一下今天的渔货 好一个大阪鲫特别的给力 一堆小鲫鱼啊 这样的舒服吧今天